productor 辣椅 達克約 Hello 大家好 我是 проб 今日跟大家介紹第一 News 就是 KD KD 這隻是致敬他的母親 Render 的名字 最緊要不是它致敬誰 是顏色頭天的 最後就好像正形 還有一隻叫 叫做正常的顏色 另外還有一隻黑色的 是關於 KD 的公司 這兩隻顏色起碼 被他出了幾隻黑色 紫色那些就為之正常很多 KD 到第十六代 已經減倍了不少 雖然價錢上一直沒有加 但設備上一直減下去 所以 KD 在 Signature Suze 來說 應該都慢慢地 退出了 大家就要看看之後 會去到第幾代 即是 Westwood 第六代又停了 PG 第六代又停了 究竟 KD 也是一個中心合著的情況下 究竟會在第幾代開始慢慢退休呢 Book One 即是未有一買 已經不停有不同的配色 今次來看看致敬 Kobe 的紫色 其實Book One 都是懷舊的款 反而紫色就有點差一點 其實那些灰色 可能橙色 那些比較 Vintage 款 襯底的樣子就好一點 紫色不是不行的 但又相對跟鞋款來說 感覺就好像差了少少 那我自己就可能 比較喜歡 Vintage 款 也比較喜歡 Vintage 色 可能會到時好些 不過 Anyway Book One 應該都會是一個 非常火熱的球鞋 GT Cut 3 來到這個鞋未出現 很多鞋平試了 又說情況又不是那麼理想 情況下 也不是那麼理想 就好像沒有一二代那麼好 初代即天風 來到這次 Airzone Flight 5 致敬的銀色 其實 Airzone Flight Flight 就好像 Jason Key 的那些款 但就叫做深藍色加白色 來到這個GT Cut 3 的銀色 究竟大家覺得怎樣呢 我只是覺得其實不太好 雖然我都很喜歡 Airzone Flight 5 的顏色 去到這個GT Cut 用這隻顏色 整體的配搭來說 又不是真的做得那麼理想 所以其實純粹來手法配色的紅色白色 就好像吸引了這隻 叫做 Flight 5 的顏色 Hustle II Greater and Ever 系列 其實這隻黑色透明底 即幻彩底的黑色 其實就頗帥氣 Hustle II 的款 這款就好像漂亮的 GD Cut 和 Jump 但當然啦 性能上面我之前都說過 其實真的不太好 雖然我看到很多鞋平都說不是太差 但我自己穿起來又真的好像不是這樣 但顏色來說 這隻款我覺得 黑色加這個外底 其實真的頗帥氣 如果你堅決不是認真打球 真的叫超養生過來逛街 它的款都是同一雙布鞋 叫做有器展的布鞋 就看看大家覺得這樣是否壓力的選擇 在談談 MB.01 的金色鞋 之前就談談 MB.03 的 Chino Hills 的 Colorway 其實之前的兩隻 Colorway 就好像叫做一隻綠色 一隻就紫色 就好像有點重口味 來到這個白灰色 好像叫做便宜近人少少 就是銀色 今次這隻白灰色 應該是第三隻配色 性能來說 Puma 的籃球鞋 都不是太差 雖然有點飄忽 水準大 都是不太差的 來到這個叫做 Puma 旗艦級的 MB.03 其實應該相對 之前兩代的作品 最好的地方就是 它的底 外底方面 它的紋路 就好像比前兩代好一點 所以應該叫做 爪地力方面 都會不錯的 還有中統的設計 我覺得一路都 包裹力都算不錯的 所以實戰性來說 即是叫做 MB 系列 都是長久以來 都是挺好的選擇 來的 今天做一個 New 10 MB.01 Golden Child Gordon Child 真的挺有型的 我看見它 最後一招打球 也挺有型的 即是它這對純金色的系列 其實是限量發售的 現在我不知道 英國有沒有 又不知道香港有沒有 但台灣好像說有的 在美國金銀節的時間 就會發售這對全金色的 MB.01 講到它的限量 當然這對限量的程度 有多高 有多多 實際情況是怎樣的 真是沒人知道 不過 這對金色真是好型 實際上現在很少出金鞋 但無論在電盜物的部分 金色襯托部分 這對鞋都做得非常之好 所以都蠻期待這對鞋 Anyway 今天在這裏 到底是否有問題 在下方留言 訂閱我的頻道 還有觀眾的收到相關資訊 拜拜